你们俩求婚那天 你当时穿短裤 你现在胖 对 当时胖 这种谈恋爱也特别开心 每天就吃啊喝啊 所以那天之前 你已经就七八八房子都卖了 然后买了那个钻戒 对对对对 因为一个钻戒 你从寻找的一颗钻石 然后大小价格 也是我能负担得起的 但是那个钻石 是从南非运到香港 然后从香港定做 再拿回北京 中间也会花挺长时间 我不觉得 你拿一个一拉罐的那个环 当然我觉得 如果你经济条件就是那样 那你足够爱这个女生的话 没有问题 如果你能去买到一个 像样的钻戒的话 我不能说 那因为我们爱就够了 这些东西不会重要 对吗 你也是这样的人 对吗 你不需要这个 我觉得我做不到 你的经济水平 只能买一个一拉罐的纸环的话 你们又足够爱 那完全没有问题 但如果我觉得 你有能力的话 尤其是 当时那样一种情况 反正我是这么想 尽最大的可能 给她一个 看上去哇 的那种感觉 因为我觉得女生都要 求婚不就是 哇的那一下吗 你没有瞬间 被绑住的感觉吗 我就要结婚了呀 那我自由的生活 就结束了呀 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肯定是已经做好了 这个觉悟了 我觉得我不是那种人 就是说 你可别管我 我就是这种性格啊 不管结婚前结婚后 我都得是一个样 我要自由 我要什么 没办法 你要爱我就要爱我的全部 爱我的这个性格 就是我特别不知道 怎么能成为这种 把这种话说出口的人 也许真的是她的性格 不可侵犯 或者她要捍卫这个 如果一个男的 对一个女生 怎么说 那女生应该什么反应 如果我是那女生 那就滚蛋吧 如果你们家霍思燕 是那女生 她的什么反应 肯定和我一样 她肯定接受不了这样的 我觉得在现代文明当中 体面是一个 很难得的 能力和品质了